或者開concert的地方 張學友先生就應該開了concert的 這個是牛肉桿 我喜歡的Sammy他都喜歡吃牛肉桿 牛肉味很大 哇 乾柴一點 弟弟加油 吊多點大魚今晚吃 啊 這裡一定要來打卡 密書店 這裡挺漂亮的 我覺得舒服的 這樣就可以學騎馬 有148包 飲品 貓零食 Dutch Celebrity 中山幻魚 Hello 這裡是叮噹 山椰拿鐵 滑一點 檸檬果汁 是檸檬的意大利麵 這個是龍舟版 他們的招牌菜 淡淡肉 以及皮屋槌 Hello 我是Will 我現在身處在深圳的大運中心 上個月開的新商場 現在在大運中心的C-Trial 我就跟大家走這個商場 我都挺興奮的 因為是第一次開幕一個月的商場 看看有什麼行動 我們立刻出發 Let's go 如果經口岸踏1號線 去老街轉3號線 去到大運轉16號線 就到大運中心 如果福田就要踏10號線 去到光鹹北轉14號線 再去大運轉16號線 大運中心C和D東有出口 我當日去程是C出口 走的時候是去D出口 兩個出口來說 我覺得D出口才近一點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飲食 旅遊 生活 記得訂閱支持我 記得按鈴鐺 每星期出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好了 就到了我身後 這個叫大運天地 我第一個印象 挺有趣的 上面好像有金字塔的物體 還有好像有幾塊東西 挺有趣的 下午3點多 人就不太多 應該都挺… 其實我聽到很多廣東話 那裡有些粗食的麥當勞 但我看到Blue Bottle 我今天還沒喝咖啡 這裡有間IT 都挺大監的 是有兩層的IT 這裡的感覺有點像Outlet的感覺 這裡有Blue Bottle 一人喝杯咖啡 我今天還沒喝咖啡 哇 我很興奮 我看到這個 這個不是劇院 多漂亮 我再做一些後製 這個是什麼 應該來一些劇院 或者開演唱會的地方 因為我搭地鐵的時候 張學友先生 就在現在這個大運 就應該開演演唱會 在8月中的時候 這些適合我的感覺 對於我喝咖啡那些 一人回來喝 Lacroze 剛才會有Tommy Qvick CK Jeans 裡面就是Bossini 怎麼讀啊 我中文不好 農夫嗎 農羊 農什麼東西 這家就吃Pizza Pasta那些 就吃西 那現在這個Feel 我覺得因為今天太陽很好 它現在樓高兩層 但大部分是Outdoor 會有點熱 但其實你一進其中一間Shop 就可以降溫了 如果你說來Shopping 都會有多少外國的品牌呢 是跟香港就上一層面的 如果真的專程來Shopping的話 見仁見智啦 但我就覺得新張牌好可愛 桂滿龍 Banana Baby Banana 這家這麼多人派對的 平成樓 這家吃日本菜的 10元吃它的雪糕 潮傘風味的食杖 我記得要 我怕先 它會有些牛肉乾 燕烤的 試一下 這個是牛肉乾 它的肉味也很厲害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吃牛肉乾 我喜歡的Sammy 他也很喜歡吃牛肉乾 所以他應該會喜歡吃這些 我不知道 牛肉味很大 但是 乾柴一點 就這些東西吃 手工拿一條 都挺漂亮的 觀眾 其實呢 但是這裡也挺打卡 好像有魚釣的 你看 搞笑一點 小朋友在釣魚啊 他們 這個湖來的 有魚釣的嗎 弟弟加油 釣多點大魚今晚吃 這家賣Barbara的 接著旁邊就賣Dutch NMOT的 檸檬茶 明星芳 拍完這家 這家吃什麼 山來雲南菜 給大家看看 是吃這些的 啊 這裡一定要來打卡 就在前面 前面有一道 就一定要打卡 密書店 就是其中一間 很漂亮的打卡的書店 都挺漂亮的 我覺得舒服的 但是它就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在歡樂港灣的 就更加打卡 這裡的感覺就舒服 它就有個Kiss Corner 有小朋友來 可以看看圖書 比如說這些 冰雪奇緣啊 觀眾 是雪糕七友 超人 迪加 超人 奧特曼 還有這些呢 Magic 還有這些 Magic 有很多不同的 Dinosaur 然後繼續有超人 還有下面有Pokemon 還有 這個很有趣的 八家聖 音樂盒 譬如有沒有我個聖 沒有我個聖 譬如說聖馬 OK 我不明白音樂盒是怎樣 因為是杯 69一個 60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車 音樂盒 不知道是什麼 OK 它還有一個 精版的 Corner 是賣好像 Lock-on的感覺 就有些設計的 譬如說手跡的 一個紅貓的袋 就 19.9 有很多不同的款 有很多見到Pokemon的公仔 肥而叉燒 這隻貓不值得 這個挺有趣 這裡就像新港中心 大家有沒有看我的Shots 在新港中心有一間叫Anima Tsongkyo 都是賣這些日系的Anime的精品 我們知道它是咒回 咒水梅展 我又看這個 撞出一副理念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就有它的精品 它的漫畫書 還有它的PIN 這個PIN的錢是16.8 這個人很厲害 這裡的咖啡會Surf蛋糕 讓大家看看野飲的價錢 如果你說一杯的野飲 都索價都挺貴 都30元一杯 大家看不到30元一杯 如果你說一個combo的話 就50元 好了 現在就上到二樓 二樓呢 我們現在是北區 所以北區的餐飲就有這些 Bernader 買一些山系的東西 我回到去看看 他買一些山系的東西 看到J在那裡 這些東西很山系的 你看看 然後呢 我覺得有打卡的位置 很有趣 有打卡的位置 然後這裡可以買夜飲 買完夜飲就可以在外面 休息一下 外面也有些比較打卡的位置 這個mall其實挺正的 挺文青的 其實整個mall都圍繞著這個 這個是Stadium 挺漂亮的 在這裡就會看到 外面的 我們看看現在楊蜜代言的衣服是多少 是不是這個同款 我看看是多少 灰色的話 就$499 和楊蜜同款的衣服 就$499 好了 其實真的給大家 給大家這個資訊 看看來這間餐飲買 值不值得 這樣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廣場 它是一個concert的place 所以在2樓就有個打卡位置在這裡 因為現在 阿賀有哥在開演唱會 都挺有趣的 它這個規劃是舒服的 因為地方夠大 又有些湖 剛才看到有些小朋友在這裡 很搞笑在這裡釣魚 這裡也有些觀眾值可以看表演的 我上網看另外一間highlight 就是這裡可以騎馬 它有騎馬的體驗就是 它258 因為今天是V-Day 通時應該是V-Day 2008 就是一個騎馬一對一的體驗 進去看看 它是這樣呀 觀眾 看到嗎 可以 就是這樣就可以學騎馬 我覺得如果親子來到也不錯 它有這些gear給你 還有哈密 Safety的衣服 好 好啦在騎馬的旁邊 就會有一間KTV 那它會說什麼 普通包房去到歌劇院 其實我喜歡唱K 我覺得我會上來玩一下 未KTV 我不肯定開了沒有 對啦它鎖了門 還未開 但是將會開 這裡有一間貓咖啡 那我看看可不可以拍一拍 價錢就在這裡 單人58元 假期就88元 如果兩個就88元 那假期就1400 就包飲品 還有貓零食的 哦它這裡就可以買回香港的 有一托運的 英場 男金 嗨 那它就是7800元 那是2024年6月生日的 那是一個男生來的 Hello 喵 它很有趣的 這隻免陰是多少錢呢 8800元 那就是5月的女生來的 銀虎免陰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很可愛的 4800元 尾短加8 Hello 這家是什麼 丘大叔 我手搭檸檬茶 Dash NMT 我最喜歡 買杯 好熱 我就叫了一杯鴨屎檸檬茶 21元 Dash NMT 對了 好熱 我現在等爸爸媽媽過來 我想和她喝咖啡 但是我要先喝Dash NMT 想大陸沒理由不喝Dash NMT 我是叫了 加酸粉 標準冰 小糖 還有去檸檬片 全部推薦的 暫時好喝過香港 因為香港我經常叫糖 甜度都不適合 這個呢 大陸喝好喝點 說真的 我現在只剩4成電 第一次用這個相機 我是沒有帶任何充電 很誇張 好了 這裡有一間鋸扒的美式餐酒館 都挺漂亮的 好快立刻立刻立刻 追火追追煲 這間我也想試 其實 因為之前上來深州很多次都還沒吃 我對煲仔飯都情有道中 接著這個就吃火鍋的 鰻魚鰻鰻 中山的鰻魚片就1292人份量 如果3至4人份就是248 這個就是吃鰻魚的火鍋 很威脆的 點評No.1 熱門No.1 人氣No.1 是不是中山鰻魚 Hello 中山鰻魚 Hi Hi 中山鰻魚 周圍都有的 黑和小罐 那不解釋這麼多了 狠狗以前羊肉串 如果是羊肉串 它半搭就是33元 旁邊一搭就是66元 海鮮燒生蠔 九十九一隻 這家有多潮 我看到那些女生在門口拍 偏航是日系的那些小衣服 她買這些 現在是不是比較少女 女生會喜歡穿這些 就是這些了 Street fashion 天韓 第二間咖啡酒 這間叫咖啡部落 哇 適合我 這些比較水泥的感覺 這間其實很適合我 就是一些工業風 比較chill 搞笑 這裡叮噹 是不是授權的 它是放一些日式的東西 這個也會有一點cupcake 的 好了 我喝這間叫什麼 椰山椰拿鐵 就32元 其實好喝的 不過呢 很甜 因為它的椰奶是甜的椰奶 我覺得搞混合好喝一點 因為呢 它椰奶是滑的 咖啡味不是很多 因為它是辣甜 不過要32元 挺貴的 有賣Nike New Balance 還有Sketchers Undefeated 其實香港也有Undefeated 有個打卡位 上面是什麼 是橙來的 這個呢 就是賣些 淋審的東西 的 有小新啊 檸檬果汁 我沒見過 9.9 25.9 鄭凌峰的意大利麵 奶油培根 黑椰牛肉意大利麵 經典意大利番茄麵 哇 在這個賣一個精品裡面 竟然會有很多酒 三鋪的酒 有些未裝的東西 Binisol的感覺 它這裡有一間 Switch的授權店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就可以來這裡玩一下 這間什麼Anda 運動用品 都幾大一間 這間媽媽就說 是賣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例如草莓肝就五個半 這個是芫荽麵 香香香菜麵 4.9 小米鍋巴 8.9 這個是龍舟版 會有2、4、6、8、10 有10包的 就是29.9 有沒有吃過? 哇 爽火 如果有觀眾想我來吃 就跟我說 余見長安 哇 西安菜 很漂亮 其實裡面挺漂亮的 這叫潮法 就是吃牛肉的 潮汕的牛肉打火鍋 給觀眾看看 晚飯的時候 我們去了廢大廚吃 吃這隻是壽司雞 它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隻雞 然後就會在後面幫我分 所以吃淡淡肉 還有皮好脆 然後就吃這個 沙窩燉豆腐 上桌的時候熱辣辣的 很嫩的豆腐 這就是他們的招牌菜 廢大廚 辣椒炒肉 它是比較重味的 肉味都很豐富 辣度是 我覺得是等於淡仔的三小 是野味好吃的 這餐連三支啤酒 和沒有拍的乾鍋肥腸 賣單300元人民幣 好 我現在走了 就補回 這裡是Unicolor 旁邊就是Muji 好了 現在晚上八點多了 吃飽飯回香港 這條片我應該可以很快剪 如果大家喜歡 就記得 CM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acebook IG 在茅生回憶上 我每個四心都會出片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